美國吃棒獨立聯盟十一號 就想唐城文字隊碰上 索羅門賽特愛國者隊的比賽 格外備受矚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投手球上這位巨漢看起來高人一等 而且有點面熟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他老兄可是來頭不小 正是前NBA球星Tracy Mark Grady 你沒有聽錯 他真的就是你我所認識的那個T-Mac 確實宣布正是從NBA退休的他可沒閒著 立刻在棒球場上找到了新舞台 加入了美國吃棒的獨立聯盟 身高六尺八算起來可是有兩百零三公分 加上脫球的高度 看起來這感覺就像是大學生在打小學生 不過畢竟是半路出家 儘管沒球對打者來說都像從五樓丟到一樓 但畢竟球數沒那麼快 對一些老經驗的打者來說 根本就像是打擊練習 而巨漢看起來看起來 跟慢速聯球差不多的小便球 直接被Edwin Mazar一棒 航得到了左外野方向 這是一支陽春群的打 而這一棒也讓巨星馬規利棒球登板的春秀 只維持了短短1.2局 同一戰場比賽 T美國用了35球 但只有18顆是好球 送出了兩次保送 在控球上明顯不太理想 雖然他只讓對手打出了兩支安打 但丟掉了兩分 全都是自責分 所屬的唐城文治隊 最終於是以3比5輸球 T美國也承擔了百戰責任 現在34歲的Tracy馬規利在NBA闖當了16個球技 剩下成六次入選明星賽 還兩度登上聯盟得分王 可惜剩下後期因傷影響的表現 讓他不得不面對現實 只能夠離開他心愛的籃球賽場 每次他轉戰跑道打棒球 卻又出師不力 正所謂隔行入隔餐 T妹克也不用太難過 因為他不是第一個 在棒球場上吃憋的籃球巨星 一九九四年 籃球大力Michael Jordan 也曾經在第一次退休 挑戰美國職棒 但只在2A打了一個球技 繳出兩成零二三轟五十一分打點的成績單 最後也只好摸摸鼻子 重擺熟悉的籃球賽場 之後才又帶領芝加哥公牛隊 完成二度的三連霸 和Michael Jordan的狀況有些不太一樣 以天鳴閣現就代的身體狀態 籃球賽場應該是回不去了 但六十八的身高擺在那裡 站在投球球上也夠嚇人了 也許之後再加強控球多練幾種球路 透過比賽的磨練 或許真能在棒球場上闖出另一片天也說不定 我來體訓黃雷虹黃的金綜合不倒